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你讓我講完 維持現狀 就是要製造這種創造性的模糊 就像你們跟中共勾搭 弄一個九二共識 我們不承認 九二共識也是你們要各取所需 也是一個創造性模糊 就你臺灣來講 就你馬英九總統來講 你說你們是一宗各表 事實上你們從來在中國都不敢表 但是中國從來只談一宗 中國的九二共識什麼時候跟你各表 這就是創造性模糊 維持現狀我講給你聽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依照現在的憲法 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現在的憲法上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將來如果要改變這樣的現狀 一定要經過兩千三百萬人民的統一 這個就我們來認知 臺灣跟中國是不同的國家 而且是兩個主權 不互相隸屬 這個就我來講是維持現狀 所以以我的眼中維持現狀 就是避免被中國統一 當你對一個一千多枚飛彈對準你的臺灣 兩千多枚飛彈對準你臺灣的國家 你存在的幻想你很喜歡跟他談戀愛 但是對不起我承受不起 我是敬而遠之 但是因為經濟上 因為國際上必須要來往 大家希望能夠互相增加了解 互相增加互信 不要有暴衝 所以我們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跟中國做互動 那中國如果能夠回到自由世界 這個遊戲規則上面來玩 他的透明化 他的人權他的標準 將來有一天他的自由 甚至有一天他能夠民主 臺灣的未來要靠這些機制來建立 所以我在這裡再跟國人呼籲 就以我的立場 要跟民主 自由 法治 人權 所有全世界相同價值的國家 站在一起 然後來對抗這種不透明 然後對抗這種人權的侵害 這是我認為 所謂我認為的維持現狀 那你國民黨 你要解釋我們的維持現狀 主張維持現狀 你喜歡怎麼解釋 你去解釋沒關係 你要怎麼樣去扭曲 你去扭曲 但是所謂的維持現狀 請你瞭解維持現狀 就是一種維持臺灣 現在不被中國統治的現狀 國民黨文權會 對 我想這個多年來 包括這一次祝祝姐的這些 他相關的政見 就是一直被大家認為 不管是藍跟綠 這個板塊最後爭的地方就是 對中國這樣子一個 對我們是不友善的國家 我們應該怎麼定位 怎麼看待它 國民黨好像沒有從學位當中 我想在這邊 我們要肯定吳委員剛剛所說的 至少有進步 過去民進黨的台獨黨綱 是要臺灣要獨立的 可是兩千年到兩千零八年 陳水扁執政的時候 叫他們獨立 沒有獨立 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我們一九九九年通過的 臺灣講 我講了 你對臺民進黨完全不了解 國民黨的立場就是不統不獨不維持現狀 這是國民黨講的 現在蔡英文2012年他沒有選上 我或許我們必須要講 也是因為這個統獨的一個論述 大家都在看嘛 那我相信中國大陸他今天整個經濟崛起 我相信他不是只有面對一個臺灣小小的一個島嶼而已 中國大陸他北邊他有俄羅斯 有蘇聯 他西邊的時候還有中東 他東北亞還有一個你看現在常常要發射飛彈的北韓 還有南韓 當然還有另外在日本 那你說遠東地區臺灣這個戰略的一個目標 我也必須要講 不是我替中國大陸講 如果說要中以全世界的一個這個分支配置的話 那中國大陸他在東南沿海配置的這些飛彈 你說他方向是對準臺灣 我同意 但是他有沒有也在對準 其他虎視眈眈的其他各國 那我們打問號 但是我也必須要講 如果說今天九一九九二年李登輝執政的時候 李登輝執政的時候 海基海協所簽訂的一中架構之下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我相信我們都是維持了這個目的 你中國大陸你講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臺灣講我們的中華民國 但是我們無外乎我們是希望在臺灣 我們這所有兩千三百萬同胞 大家都能夠過得安和樂利的生活 過去兩岸也不通商也不通油更不通行 但是經由海基海協在一九九二年九二公司一中各表之後 慢慢的談慢慢的談 現在我們到日本 我們不只去東京 我們還可以到民估 我相信這個大陸他們都有在干涉 乃至於現在我們開放松山機場 到了大陸上海到了各個城市 我相信這都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但是我剛剛就講 一開始我講 我同意委員講的 未來他們民進黨能夠把台獨黨要拿掉 他們同意尊重兩千三百萬同胞 到底是要統要讀 由我們公投來做決定 但是我要講的維持現狀 中國國民黨的一個維持現狀 就是不統不讀不 但是民進黨敢不敢講 不統不讀不 當然不用講讀 因為臺灣本身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已經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要讀呢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對民進黨要多一點研究 你剛剛講的說 什麼是我們民進黨執政之後 陳水美執政之後不敢宣布台獨 是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前途決議文 臺灣前途決議文 是我們一九九九年就是在兩千年執政之前 就已經通過的我們的決議文 那是效率等於同於我們的黨綱 所以我們早就是這樣講 那你如果說要拿這樣 拿你們的歷史文獻 你們以前要反攻大陸殺豬保毛 對 我說你不要 一階段一階段 是啊 那我們也是一階段一階段 你為什麼 現在 現在二零一六 一階段一階段走 現在已經是西元二零一六 你還一直講說民進黨是一個 一定要台獨的黨 人家一九九九年就通過臺灣前途決議文 民進黨講為什麼不需要再講台獨 是因為現在我們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已經獨立的國家幹嘛要講獨立 所以這一點請你們認識清楚 而且我嚴重懷疑這篇文章出現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自從釣魚台這個事件之後 或者是這個建閣島 在日本叫建閣島 在臺灣叫釣魚台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中國跟日本的摩擦在增加 我們這麼說 其實間閣島或者是釣魚台這個事件 它其實背後代表不是單純 只是地域上的一個所謂的爭執 它其實背後代表是日本跟中國 不論是在軍事經濟 還有各式各樣的國際的舞台上面 正在絞逐亞洲的領導力 這個才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為什麼雙方要在這個就是 釣魚台上面去展現武力的目的 很單純 是要宣誓說亞洲誰是老大 我非常同意敏鳳所講的 任何簽署任何的條約 是真的要等到中國的經濟 是否確認比較穩定的情況下 慢慢的簽 才已經不是2008年 那時候臺灣經濟還維持的一個 相對對中國 因為中國當時還要砸錢 去救自己的經濟 可是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太快 太快他失序了 所以在失序裡面的時候 你就要回來問一件事 不能讓他失序 你如果不設防火牆 失序會潑到我們的身上來 可是到目前為止 馬總統還在講釣魚台 可是臺灣經濟確實受到中國的影響 所以我真的不能理解 在這個時候為什麼馬總統 還在不斷的講一些親中的言論 我其實非常好奇 他背後在想什麼 我只補一句話 我覺得說像國民黨的朋友 每次都講說不同不獨不武 然後幫中共這個部署飛彈的事情 解釋這麼多 可是你也質疑民進黨這個臺獨黨 怎麼樣引起兩岸和平的緊張 可是為什麼國民黨從來沒有主動要求 中共可不可以宣布放棄武力犯臺 這件事情 我們也有講啊 你剛剛也沒有講嘛 所以我覺得我希望 我們都追求和平的啊 對啊 國民黨都有講啊 那你還講說 東南亞部署飛彈 不疑是對我們 我剛剛就講了 我覺得 如果說以一個國家的一個戰略地位 我覺得 我如果希望說 我還要聲明 我不是聽他做講話 我希望你們要求民進黨的標準對待中共 要求他們武力 放棄武力犯臺灣 我覺得這樣才公平 不要每次在島內 不是島內 就是每次在臺灣內部呢 就是罵他們罵鑰匙 然後對於中共這個這麼大的一個威脅在那邊 好像都沒看見一樣 所以我覺得作為國民黨 這也要公平一點 我們要求台海和平交流 我會覺得就是說 如果把中國沿海部署 先做個飛彈 講成說 其實也不是要打臺灣這個東西 在臺灣 我想這樣講 應該不會有什麼樣的大的市場 我是奉勸國民黨還是少講的 因為有一點自欺欺人 有一點可笑 那至於我們剛剛談到說 中國的統一 臺灣時程曝光 就是說我的確覺得中國其實 他會是軟硬兩邊都是雙管齊下的 就他一定要有一些 看起來比較強硬的手段 譬如說我要辦國家安全法 我要簽這個兩岸和平協議等等 然後譬如說 他的中央台也會有意無意的釋放出 欸 弄了一個 臺灣的總統府 旁邊連北一女啦 前面的停車場 通通都這個照章 完全一模一樣 他也會有意無意的透過中央台釋放出這樣的訊息 他恐嚇的事情 他也的確會去做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其實 因為對於民進黨的不了解 他其實不斷的透過各式各樣的軟硬的管道 就都希望可以跟一些智庫啦 跟一些學者多交流 目的都是為了要加強對於民進黨的了解 那所以溝通的這個方式 其實私底下也都持續的在進行 那所以我會覺得他當然如果明年是民進黨執政的話 他一定會給一些下馬威 他一定會在很多地方 在國際上面給你穿一些小鞋 然後讓你難堪 讓你知道說 呵 我是有威力的 但是這個不會是他所有全部的最終手段 倒是我會覺得當各種民調都顯示 蔡英文提出來的維持現狀 就像吳委員剛剛講的 民進黨如果認為這是一個創造性模糊的話 他顯然變成了這個民意比較大多數支持的這個部分 反而是洪秀柱的兩岸要簽訂和平協議 這件事情比較讓人覺得是有焦慮的 這是國民黨自己要去面對的事情說 為什麼當國民黨不斷的聲稱 他們可以維持一個好的兩岸關係的時候 卻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這張牌不能夠成為洪秀柱的萬鈴丹 就是國民黨自己要去反省的事情 我簡單講 我們不斷要求兩岸臺海要和平交流 其實他意思上就是要求武力犯談 我實在看不出來和平交流跟武力 他邏輯本來就是相反 你沒有要求他放棄武力 你要求和平交流就是不要用武力來交流 那你要再講 而且我覺得你們都很高地 我們不斷跟他講要臺海和平交流 我跟你講的蔡英文提出維持現狀 跟回到中國的憲法之後 國台辦有比你們講得更嚴重嗎 國台辦只有在一開始 你們比國台辦 很嚴重 你們是怎麼回事 國台辦還沒有聽清楚 民進黨維持現狀 我剛剛聽懂 我剛剛聽懂吳委員維持希望是中華民國 不被大陸武力犯臺的統一的現狀 那我請吳委員 如果你可以請蔡英文主席講過 這樣的話 中華民國維持不被大陸武力統一的現狀 我相信蔡委員會 蔡英文主席會多很多票 從民進黨嘴裡講清楚 維持現狀是什麼 民進黨從來就不希望 臺灣被中國給統一 臺灣還是中華民國 剛剛吳委員的語氣是中華民國 臺灣的現在憲法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是 名字沒有那麼重要 我叫吳秉瑞 叫吳大秉 還是我這個人 所以你們不要光是在這個符號上 文字上面做文章 選中華民國 我跟你講 全臺灣兩千三百萬人 沒有人會懷疑民進黨要被中國 他選中華民國的總統啊 為什麼還在標題呢 維持中華民國 維持現狀是跟你們的不同 不獨一樣啊 奇怪 他不只是不用你們的口號而已嘛 我希望從蔡主席的嘴裡講出來 中華不一定要有九二共識啊 這個是不確定的意思 不管是我們再怎麼講 不會像你們的洪秀樹講一宗同表啦 你希望我國民黨來用口號來希望大陸 他們放棄武力犯台 當然的 你是不是也能夠喊一下說 民進黨不希望 獨立 來 我直接抓證據來 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維持臺灣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跟憲政基礎指的就是中華民國 第二 維持兩岸和平發展關係 這就是蔡英文說 他的維持現狀認數已經都講得清楚 至於反而馬英九 因為不是討論重點 所以他其實已經是說了 民主自由跟憲政基礎 那憲政基礎指的就是 那我們憲政基礎 現在臺灣的名字就叫做中華民國 這個蔡英文已經 憲法國民是什麼 你們講一下嘛 我希望蔡主席如果是一樣的事情要講清楚 會對他選到非常有幫助 他已經有在他在各種 你知道這有趣 這個在食品安全論壇的時候 還特別講一下 所以其實是真的說很多了 其實應該是洪秀柱的兩岸和平協議 這個東西其實對於臺灣人來說 是比較感到恐懼的 這是為什麼國民黨沒有辦法 這一次選舉再利用兩岸關係 作為他優勢的一個 最主要的政策的原因 所以我是真心的建議 所以應該要回去反省說到底這八年來的兩岸路線是不是正確 否則應該是一路長紅下去啊 應該是民調衝第一啊 因為你們最可以維持兩岸的和平嘛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為什麼反而是維持現狀的民調會比較高 而且一中同表以及簽訂兩岸和平協議的民調沒這麼高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栗戰書他講 如果說簽了和平協議的話 就等於是我們簽了主權脈身企業 其實我們和平協議已經在這選擇 我現在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中國國民黨所有的黨務人員或是官員去到中國的時候 都不講台灣是中華民國 存在 你們的一中各表 只有在台灣表 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表了 上海雙城會的民進黨議員 也是你師兄我是弟啊 在上海的時候 那我是在對岸的 我是說那為什麼 你嚴格檢視 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滿久對於一個中國來的 要來訪問的人 只有講說你可以稱為稱我寧就可以了 就稱你就好 連官權都不敢講 如果嚴格標準一起檢視 民進黨 民進黨施議員去 我說如果你一直講 空心動靜 作為一個主題 寧靜 作為一個主題 人都不敢講 音樂 作為一個主題 著作為一取illa 記家 出雲 臉 論 以前 患者 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